我们在武汉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 HOKA O'Ne'O'Ne'的代言人李线 Hello 艺术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线 我们今天会去到这个HOKA的 非常跑量的能量站 它的中庭有那个 十种互动的这个空间 可以去感受一下 这个上面还是有我们的飞鸟的logo 而且它的这个地 你可以去那体验这个 克里夫顿酒的这个回弹的感受 那个跑步机刚才也拍照了 大家可以上面穿上HOKA的克里夫顿酒 去感受一下那个在跑步机上的这种体验 在三楼的HOKA店里头 还有那个扭蛋机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投逼试一下 刚才提到很多次 克里夫顿酒这个鞋 克里夫顿七到九都有穿过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克里夫顿酒的脚感怎么样 你比较喜欢它的哪里 酒的话它会更加的软 虽然你感觉更高 但其实它的整个重量会更轻 所以你在跑步机上 它的回弹性 然后舒适性 流线感都会更好一些 适合不同水平的跑者 都来体验我们这款鞋子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说到非常跑量 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可以开始奔跑 同时助力公益 那这个全国挑战 李先生其实也是联合发起人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积攒这个跑量了之后 能够帮助这个乡村的这个孩子们 建造这个跑道 然后帮他们实现这种 飞驰的这种梦想 还是非常有价值 是 可以助力我们湖北 两所乡镇小学的孩子们 实现这个飞翔的梦想 所以其实不管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 还是没有来的 其实李先生也号召大家都开跑 助力公益的同时 其实也是积断链 对 积攒跑量 是的 积攒跑量 那我知道李先生同时 也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 那运动会给你带来哪些快乐 包括这个正能量的部分 首先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 是运动的话 可以让自己身心更加的舒畅 自己独处的这段时间 感受一下 就是这种运动给你带来的这种静谧感 其次我是觉得可以更好的去挑战自己的这种运动的极限 更长的距离 或者更短的时间 就是生命中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挑战 和一些健康的方面的东西吧 也是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 没错 那作为爱跑步的理线 想问你有什么跑步的时候 属于自己的小习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跑步的习惯 我会去找那种跟自己跑步频率比较接近的歌的那个节奏 对 拍数差不多的 我觉得跑起来比较开心吧 对 嗯 边听歌边跑 对对对 其实也有很多女生跟我一样 我们平时不是特别爱动 但是我被HOKA的这个选拨挑战所吸引 我也想开始跑 那给我这种菜鸟水平的跑者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小建议 你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去城市跑 我就是特别喜欢去到一个新城市去拍戏的话 就喜欢去城市里头去城市跑 所以去看一些不同的街道和风景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跑步的快乐 那我们其实这次来到武汉 我知道湖北也是以前的家乡了 我想请你来给我推荐一些家乡的美食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是牛肉米粉 是那种扁粉 然后这是我基本上可以每天都吃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像豆皮这种 珍珠园子这种 基本上从小吃到大 有哪些食物是你觉得 哎呀 还是算了吧 我先不试了 这样的食物有没有 我们经常大家看到那种昆虫类的那种食物 我就不太能够理解 那接下来呢会有一些粉丝比较关心的小问题 会不会还想挑战更多不同的发色 会 尤其是最近这个灌篮高手上了之后 就非常想挑战一下红发 对 挑战一下红发 对对 慢慢来吧 以后有机会的话 你也是从小是看灌篮高手长大的人吗 当然的 就是灌篮高手啊 或者说这火影人主啊 这些都是自己从小看到大 所以就比较亲身相望 看来大家是一个童年啊 然后温馨聊天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emoji 你有哪些 呃 无脸吧 无脸 这个是吧 对 无脸 就比较尴尬 但是又不是礼貌的尴尬 如果说有一个月的假期 会想做什么 想去哪里 如果是纯粹的一个月的 什么都不干的假期的话 可能想去学一门技术之类 手艺之类的 就包括之前没那么忙的情况下 去学潜水冲浪啊 去学一门比较有趣的东西 还是蛮有意思 嗯 我们聊聊这个李先的新剧啊 《丧色记情感》 对 其实还是 说白了还是爱情故事 就是大家会通过这个作品 能看到比较细腻的 这种情感的一个东西 比较温暖 比较温馨 亲情 爱情 这些东西的探讨 权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你来讲有哪些挑战性 就在准备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 首先还是学习 跟专业的人士学了一些专业的手法 和一些驾驶官上的一些改变 我觉得这个还是触动很大 这样再去塑造角色的时候 你发自费子的 或者是发自真心的去 去做一些行为和表述 我觉得会比较真实一些 嗯 那我们也期待陈迈东这个角色 谢谢 好的 谢谢李现 最后我们也号召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Hocker的全国挑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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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